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戴笠率领的军统局就相当于秘密刺杀组织 被称作民国的血狄子 让蒋介石可以无后顾之忧权新杠革命 促进了新中国的成立 推动了中国发展的进程 戴笠一直对蒋介石也是充满敬重 对他下达的命令也是无一不服从 曾经暗杀的人里面竟然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因此 冷酷无情是他的代名词 但是 唯一一次暗杀行动 让戴笠直呼不可能 因为蒋介石竟然要让他首任宋庆领 戴笠连连拒绝 直接对蒋介石说 你可别让我去杀他 你杀我吧 由于一些政见的不同 宋庆领成了蒋介石眼里的沙子 容不得但又难受的荒 因此就提出 让戴笠把它解决掉 尽快将沙子吹出来 不再成为心里的一根刺 但戴笠听到要刺杀宋庆领时 整个人都强烈表达出抗拒 正值宋庆领的风头正盛 备受国际组织推崇 假如这样的一位风云人物突然被暗杀 那么 中国必将大乱 引起众人恐慌 宋氏家族的地位 不是谁人都能撼动的 更何况 戴笠的背后金主是宋子文 姐弟情深 假如遵循蒋介石的命令将其杀害 那么想来宋子文是不会放过他的 介石 戴笠不仅将会失去资金支持 就连性命都不一定能保住 考虑到诸多因素 蒋介石也没能完成他的这个心愿 戴笠的理智占了上风 这个暗杀计划不了了之 幸好 戴笠控制住自己 没有杀掉宋庆龄 不然 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可能没有那么顺利 中国人的幸福生活也没有那么快就到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